昨天我们看到这个诊间个案 妈妈她动了髋关节手术之后 她就不爱走了 后来她的症状是 哇 脚腿越来越肿胀 一直到她胸闷呼吸困难 紧急送医发现 就是肺栓塞 紧急的绒栓抢救 所以肺栓塞有这些症状 她跟急性的胸痛 三大杀手的症状又不一样 其实我们身体 大家一直担心心脏 心脏是个机器 它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要把肺脏里面的血 送过去 气体交换 那气体才能到全身去 所以换气很重要 那肺栓塞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 有个血栓 有个垃圾 突然间把肺的血管堵起来了 导致肺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换气 那这时候心脏再怎么跳 气根本不来 也换不到什么气的话 那你等于是 等于照一个人窒息死掉 那这个时候他一样 心脏再好 送不出东西来的话 他一样致命 所以肺栓塞才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谁会形成肺栓塞 多半来讲 我们以前听到的是叫什么 经济舱症候群 也就是说你窝在一个地方 坐太久的时候 站太久的时候 或者是你本身的血液里面 就比较浓稠 不喜欢喝水 那长期滞留在的时候 它血管里面的血液 莫名其妙的 其实不明原因 它就突然间就凝固起来了 这一凝固的话 它如果凝固在那边还OK 但是人多半会动 比如说你一站起来的时候 这个后浪一推前浪 就把这一坨的这个血栓 搜一下就往上推上去了 那推上去的话 第一个到达的地方 就是我们肺动脉 肺动脉一堵住的时候 完全就没办法换气 那病人就会 因为就像塞住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痔疮发作过 痔疮发作过的时候 哇很痛 所以肺酸塞也是一样 它突然间把肺脏的血管塞住了 所以突然间就很痛 但紧接着就没办法换气 所以马上就开始 那心脏换不了气了后 心脏就开始 也开始跟着衰竭 所以兵败如山倒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 所以看到有如果这三大症状 胸痛喘不过气 咳嗽有血痰 紧急送医 我们知道苏琴姐 这个受伤也有可能是肺酸塞 是 而且这个不分年龄 比如说申请有一个 她是在机场的时候 她只有三十多岁女生 她在机场 可能大家就匆匆忙忙 突然就跌倒 跌倒之后 当时急救的时候 觉得一开始状况还很好 就是意识清醒 结果没想到慢慢 在过程中开始出现脸色苍白 然后渐渐的觉得意识不清 身体变凉 然后血压跟血量都急 速度下降 怎么样 已经开始冰死了 怎么回事才 后来把他送到医院 叶克蒙什么一送 才发现 他两边的肺动脉 都发生酸塞 而且他们当时不是要紧急通血管 那从股动脉 股动脉进去的时候才发现 连股动脉也有血酸 所以他等于身体有好多个血酸 同时塞住 所以一时间幸好抢救得宜 不然可能就会没命 好 最新电视墙 我们看到在鬼门关前救人 这个是最新的叫做 超阴波融栓 我要从蜀西部这边放导管进去 先进到心脏 来到右心房 右心室 再到肺动脉里面去之后 到达定位的时候才能去弄它 所以这时候这些导管都要非常非常的细 真的是高难度 非常高难度 而且你要去引导它从这地方上去之后 它还要懂得去转弯 然后再转上去才到肺动脉里面去 到达肺动脉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超音波的导管 同一个时间放到里面去 到达血酸的目的的时候 就开始打开机器 它就开始 血酸是一 你就把它想象成烂泥巴一样 那理论上来讲 以前没有这种机器的时候 我们只能让抗凝血 也就是说 不要再形成新的血酸了 已经形成了血酸 希望它能够自己溶解掉 因为溶解的过程中 有两个可怕的事情会发生 你去动它的时候 有时候会造成土石流的效应 它反而血酸跑得更快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放个超音波进去 到血酸里面去 去证它 把那个蛋白质给它打散 打散的过程中 我除了给抗凝血药之外 我还可以给同一个时间 可以进行所谓的 这个血酸溶解药 所以是两种药要同时给 一个是不要继续形成血酸 第二个是把血酸溶解掉 所以这两个药 如果可以同时进行 那同一个时间 我还可以把它证税的话 那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很多姜婷主妇在问说 怎么办 我有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主任 我们要担心吗 它会不会导致肺酸塞 有最新的叫做硬化剂导管 其实大家一直有个错误的概念 一个是深层静脉 那一个是浅层的表情静脉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深层的静脉 占了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 静脉灰流 那是我们担心的 因为它如果一旦堵住的话 它是会造成静脉酸塞 会造成肺酸塞 那表浅的 就是我们看得到的 蜘蛛网那种的话 我们叫做表浅的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比较不容易造成酸塞 但是它的血管还是会堵住 一堵住的时候 就好像痣疮发作一样 很痛 非常痛 而且因为它堵住的过程中 会造成皮肤的痒 皮肤的胀 通常人就会去抓它 一抓不小心把血管抓破的话 又会造成粗血 蜂窝组织炎 所以在表浅的静脉曲张 我们有分六期 一到六期 最严重就是伤口都没有办法预复 就是这个 非常可怕的东西 它有三种方法可以做 一个传统 找我们外科医师开刀 把它做剥皮辣椒 把坏掉血管全部把它抽出来 大家一想到开刀 还要抽血管 啊就吓坏了 所以紧接着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用什么方法呢 用镭射 镭射就是把血 把这个坏掉的血管 我们把镭射光纤放进去 光纤放进去之后呢 一烧 它就会把它 用镭射的能量 把这血管把它破坏掉 血管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到定位的时候呢 这么一按它的时候 它会在前面开始 产生这个脚棒的动作 这个脚棒的动作的时候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呢 我可以把化学的 化学药物 比较主要是以盐分为主的 一些叫硬化剂 它会在那边打扇 打均匀 就像是师傅 要做那个蛋泡一样 它会形成一些 泡沫状的东西 把坏掉的血管 在那边经过搅拌的过程中 它可以把这个坏掉的血管 把它腐蚀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 by bwd6 谢谢大家